為什麼這回當鋪業者會被捲進來呢 根據了解主要是因為郭台銘沒有政黨的組織系統 所以嫌犯看準了 當鋪的客群複雜多元 而且典當物品的時候必須留下身份證贏本 所以主賢找上了當鋪 讓客人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 被迫成為郭台銘的支持者 歡迎連署郭台銘 全台各連署站不受風波影響 一早志工們人賣力呼喊口號 當郭台銘連署站被爆出花錢買個資 省性主賢遭到收押 而這回連署社會選案扯上當鋪業者 就是因為郭台銘沒有政黨組織系統的幫助 只能靠地方人事牽線 郭台銘早在十月初就提到連署已經超過門檻 仔細分析他位在全台的連署站 其實大多選在寺廟 菜市場 夜市 捷運站周邊 人潮往來頻繁的位置 如今連署站向當鋪買個資 也是看準有些當鋪出入複雜 顧客多元 民眾缺錢到當鋪點檔 通常會被要求留下身分證影本 就是要避免業者收到張物 簽扯到法律責任時能夠自保 而主賢就是看準有些個資 能直接使用在連署書上 才刻意專挑當鋪下手 而類似涉嫌連署行賄案也找飛手莊 先前新竹新浦鎮代會主席兼 北新加油站總經理的王貞基 就被檢警查出 替郭台銘以每人四百元的方式 花錢請鄉民連署 最後遭到羈押禁件 如今又有當鋪系統加入餐益咖 私下販售個資遭到檢方查處 郭台銘的選舉之路 可以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近新聞以海區張全參與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